這件事就是 台北市長科市長 針對大巨蛋的事件 他拿出解約的動作 現象公司馬上就拿出 向台北市政府 拿出370億的訴求 370億 當然移駕到台北市市民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分擔 共同分擔一萬五千塊 不只這樣 我們也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大巨蛋沒有辦法 來如此來完成 所以從四年較多一次的 世界辦公室的 大巨蛋好像經典賽 他這個城市主播前 主辦前 就以拱手讓給了韓國 我想這一讓 不只爛出了整個城市的形象 東西也爛出了 在如果有辦這個經典賽時 周邊所造成的經濟的效應 不一樣 所以大巨蛋要去不去 完全任由四載一句話 接近我們的大巨蛋 我們就可以了解 一個重要的決策 不僅是英雄滿人 甚至千萬人的潛力 所以 本市看看台北的大巨蛋 射到我們台南的小巨蛋 我想小巨蛋 其中你曾經抵擋的意思聽 你公開說過 一定要去 當然其中你也很自豪地說 人絕對有能力來去 本身也相信 但是在今年五月 我們都發局務局長 公開就講了 抵擋副副都心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的小巨蛋不蓋了 為什麼不蓋了呢 就是因為中央的政策 他希望可以跟會館中心 結合我們小巨蛋 兩個建設 換在一起 所以很主席的小巨蛋 應該就是跟會館中心 鬧為一起的 不過一隻喔 我記得地點這次 北市有跟我們的市長說過 因為那時候 對整個小巨蛋的地點 我們一直在評估當中 市長我也有跟你說過 就是說 在我們南區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國宅易流環境 國宅易定地 這就是在我們南區八六的末端 可以接濱海路 這個地方 會記得 在上面 本市有跟市長說過 他的交通條件非常的好 八六可以接中山高 甚至又 到了八六 一邊在安安台南市 一邊可以去到高雄 尤其這個地方 國宅用地 是一個國有地 取得範圍非常的簡單 比較簡單 不然就去徵收花很多的錢 所以那時候 我們都很期待 我們的小巨蛋 能夠誕生在這邊 但是因為中央的劫策 讓我們的小巨蛋 沒有辦法獨立來蓋的時候 現實是 在這裡我也要請教 我們的杜華市務局長 我們這個喜宿灣裡的國宅易流環境 這個地方 你未來想要做什麼 你總不能因為小巨蛋不蓋了 我們希望 我們的市長 能夠青睞我們這個地方 結果不蓋的時候 你未來要怎樣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閒置在那邊了 是 感謝宇宙 對我們這個 非企劃萬利這些 國體一定的這個關心 其實這些地方 已經三十幾年都沒有上檔了 他過去都用國財資金買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個 第五次通販檢討 我們主動 我們有拿一個方案 希望政府做開發 現在目前 英建書已經有 我們要檢討案的 開發方式 今天阿波要在台北 還有進行一個 就針對這個案子在檢討嗎 對 就整個重新開發 他們已經確定要 進行 他們希望 未來委託給我們市府來加速開發 吳記者 你責任非常重 你剛才說的 這個地方已經三十年沒有開發了 閒置在那邊 你剛才阿 如果你好好的開發我們地方 這同時可以結合環境海岸 對沒有錯 環境海岸也是閒置在那邊 所以如何好好的利用這個地方 甚至你來 可以再跟我們環境海岸一起來結合 這個地方 等於 本市長說 等於是我們市府要萬里的 發展的中心 是啦 因為過去英建書一直覺得說 這個地方好像沒有什麼發展 吼 我們自從我們市場中 我們萬里市場中 開發之後 我們現在也有大樓 蓋起來 所以上頭英建書來 我又特別帶他去看 他現在看到他也覺得很有信心 這個地方的開發 是機會 鯛鯛很好 你知道嗎 鯛鯛非常好 高通最好 海陸空都有 市長去到市長也很近 所以海陸空非常好 土地又大 中心點 結合了很多地方 包括到高雄 所以好好的去處理今天 好不好 市長你又要加救嗎 跟林議員說明 就是說這個國宅基金 它是要有償喔 我們要用這塊土地 我們臺蘭市政府 是要給錢給他們 並不是無償撥用 那目前 我們臺蘭市都發局的規劃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國宅用地 變成住宅區或商業區 我們就可以無償取得 灣裡的私地公園 還有萬年店前面那一個公園的土地 還有可以去蓋那個菜市場 否則的話 如果說 我們如果不做這個土地檢討 我們要取得蓋一個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給錢 如果我們不做這個事情 我們那個綠地也保護不下來 如果有綠地對灣裡的民眾生活品質 應該是會比較好 市長 今天把這個逸流地講 就是拋出來 就是要讓市長你知道嗎 我們才有一個地方需要開放 怎麼去規劃 當然要跟地方散打這個溝通 只要你願意動 我相信未來就有希望 沒有當時完全沒有希望 所以市長好不好 還有我想最近 請等一下 最近我們前面台南基長 來有請人坐下 哪有看到市長你真的有在用心 為什麼 按韓縣由過去的大陸兩岸對非 到日本到行主席說 原來也要開始了 所以從韓縣來看 包括韓班的數字來看 我們有看到 台南機場 真的 朝國際機場在開發 在經營 裡面設備也經營的 投入很多的硬體的建設 但是呢 市長 你們也知道 台南機場 在我們南區 甚至我們大南地區 所造成的傷害 非常非常大 你是市長的角度來看 整個台南機場 升格為國際機場 是對我們台南市 經濟的一個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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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形象 但是呢 對我們台南的角度來看 你這裡如果背越多 我們台南的傷害越大 包括機場 包括最近 本市也有這麼一些陳情案 就是過去我們要去家的時候 我只要跟我們的公務局 申請 這個 我們可不可以來改 這個 高度的範圍可不可以改 是我們市府面對 連對 軍方那邊的問題 國防部那邊的問題 但是以前 我們接到的陳情案 就是說 可是一個人 我要蓋環子 我必須要去 申請的時候 既然跟幕局要求市民 自己去 了解這個高度 我們軍方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一個百姓 可以去跟軍方 可以去了解 這個性格的範圍 高度合不合法 這個部門 我們做成我們 的地方的發展 真的 你要看 如果沒有辦法充分 像我們的界定 能夠充分的去利用的話 靠人 可以去那邊 所以這個部門 做成我們南區 有很大的問題 現在市長 尤其要求一下 你在面對 台南基調 升國國 國際機場的過程中 你應該重視 地方上的建設 我們不是 只要回饋 回饋對我們來講 是其次 但是 我們要的是 跟國際機場 同格在深等 我們要 地方建設 大陸 大陸 是一個 藤的文化 通盤錢文化 在我們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 我們正常說 來到台灣 藤都在我們 大陸地區 在採 所以我們台南 我們南部 大陸地區 代表是藤的文化 所以我希望市長 你能夠好好的利用 通盤錢文化 帶動地方上的繁榮 包括 因為 禮拜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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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台南市的路口意向 是門口啊 大門口呢 這個路口意向 完全沒有做好 給我們觀光客 來到我們台南的時 他認為 第一天 各地台南市 是我們的荒廢 是那麼的進步 是那麼的漲亂 所以我希望市長 包括路口意向 包括 是不是可以在那裡 做一個 三店街 將我們台南市的伴手禮集合起來 可以讓禮拜祭中 知道說 我們台南市有什麼民善 可以帶回家 伴手禮 甚至可以讓 台南的小吃集合在那裡 有一個美食街 先讓禮拜祭中 帶去吃 讓他吃的時候 知道說 我們來台南 有這個東西 好吃的東西 他如果老在台南的時 他知道說 我要去找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 因為 面對台南機場的升等 我們南區 甚至大嶺地區 我們要的 也是要同等的升等 所以在這裡 市長 多幫我們用點心 在這個部分 透過通馬淺文化 透過我們的台南美食街 讓我們來看 重點 入口一向 移工移師都非常的重要 在這裡我想 再次跟市長 你講一下 來 教育局局長 我們的護署單位 好 是 體育處 他上班的地點在哪裡 在 永華體育園區 體育園區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體育公園裡面 是 你有去過 你為什麼當初 要把 體育處 換在這個地方上班 那個體育場那個部分 因為之前 以前體育場的 這個辦公室 也都一直在那邊 所以 合併之後 合併以後才有 對 合併之後 因為體育處 是二級機關 所以他有需要一個 獨立的辦公處 機長來 如果本市 站在我這個看法 我認為你要做是對的 因為我希望你會把它擺這個地方 是因為 變歡變棒活動 體育的活動 在那邊的地方 讓他瞭解整個的周邊 甚至呢 你希望能夠去接觸 運動的民眾 可以就是 聽到民眾的訴求 可以希望可以營造一個 非常好的 優質的運動的元素 包括環境 包括設備 給人家的視頻 你是本身的看法 我想你應該不會否定吧 是 你有去過幾個 你常常去嗎 呃 我 因為我自己就住在那附近 所以 呃 我有時候也會去那邊走一走 然後另外呢 有相關的會議或活動的時候呢 也會過去 我想你到了可能去辦公室 走去 我們是最重要的 因為那是我們的地方 我經常去運動 我幾乎每天都會去那個地方 對我還有在菜市場那邊見過議員 對啊 占第二十多公頃 已經是我們台南市市民 不是我們南區而已 台南市市民 多多喜歡去的地方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 最基本的公測 你看看 有市民跟我們一些投訴 說體育公園內的公測 多處長亂 老舊 還不時有臭味 甚至有些門關不起來 你看門關不起來 甚至沒有門 跟議員報告 甚至沒有門 您這張照片 應該是我們現在正在整修的那個 不是 感染球 我們有很多的照片 那不跟哪 有的乾脆不開放給民眾 不得方便 我想這造成觀感不好 而且會怎麼樣呢 造成治安的死角 我想我們台南市市長說的 我們是一個美邪的城市 你想這樣是不是有人覺得 好像不是很舒服 是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一個部分呢 是如果是我們自己 那個永華田徑場 那個部分 我們是絕對開放給民眾使用的 那有部分的場館 因為他有委託給一些單向委員會 機長 我們現在是講的是體育園區 不是我個地方 我知道整個體育園區 所以你現在 本市要求你 分對體育園區裡面所有的公測 你必須要有一個總體檢 我們會整體來檢視 檢視一下 然後需要 需要去建設的 需要去修繕的 你都要趕快去處理 好不好 議員這個我們其實 從102年來 陸陸續續都有在整修各場館的廁所 要體育園區 要要儘速處理 儘速一個五個位還儘速 0206年 這是現場喔 本市給你拍的喔 拍攝的 路面你看 除了觀感不好 而且路面真的很危險 所以這張一個五個月了 為什麼要儘速啊 如果不儘速是不是要一年 這個我有要求他們要馬上處理 好 局長 我想提出在處在那後面 本來要給你 好好叫他聽聽 這個地方要趕快去處理 0206這個在 讓人覺得不太舒服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觀感非常的不好 你整個都在這裡 那麼人看 安全也有顧慮 還有啦 這個什麼你知道嗎 局長 這個變電箱 這個變電箱 一個人在那二三十年了 你知道嗎 已經沒有用了 處在中間 影響大家 幾名空間的運動 本市已經多次講出來了 因為這個我會來了解 那個變電箱 當初是誰設置的 我已經了解完了 我已經了解完了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不是台電的 那我們也要求那個 體育處 比去年 要趕快去處理 因為講過好幾次 去年他正式跟我講說 好 要來處理 一年 一年一年啊 又處在那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些小小的事情 其實他本市拿出來 這幾行都是小事 但是整個小事會影響市民 對我們體育公園的觀感 不是非常好 是 這個我會再請 吳處長要加緊來處理 這個東西 趕快去處理啦 九年到現在一個一年了啦 還有啦 我們 好不容易 爭取 我想我們財責包括市長啦 我看到沒有人 聽我說過 這個老舊的火車頭 的人喔 我看沒有了 老舊的火車頭 本身已經說幾次了 你知道嗎 講過了好幾次好幾次 推過來 不是教育局 就是文化局 文化局局長 但是在說 這個誰來負責 老舊了 你看看最近 在長榮桂冠 我們的一關台糖 在展示一台 就是一個模型 市長不知道看到嗎 一台模型 你這個長榮桂冠 那台模型 它標價十二萬多 一個盒子而已喔 就是這台 就是這一個 只是模型喔 它就標十二萬多了 多少人在那裡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食物 而且這個老火車頭 已經也認定 是我們台南市的股物了嘛 在幾年 尤其是要求 同樣去修繕 好不容易在今年 編了 編了多少 450萬 我們的中央補助 三百五萬 我們自己一百三十五萬 中央玩意 把他補助三百五萬 表示他也非常認同 這個東西的文化 今天已經六月六號了 我發現火車頭 還是處在那邊 我發現火車頭 夾一個東西 就是夾這個補篷 我不知道 你們看這個補篷的意義 何在 這個名單 我們的補篷 我們的屋頂 都把它蓋起來 只是多一個 這個補篷 市長 你是不是來跟我們說一下 你這台老火車頭 到底喜不喜歡啊 你們為什麼 可以來推過去啦 這部分預算都編列 中央也支持 對啊 為什麼已經 那因為他 有了文資身份之後 他的修護不再只是 一般民眾說 油菜要來 插插來 這樣就改過了 不是 所以他是用一個 比較高 仔細的一種標準 去做修護他 所以目前已經在修護當中了 修護設計當中了 市長 會會 已經半年了 今年有生用半年了 跟我跟領導 我根本沒有看到 有在動的感覺 因為當時候包括一些 型號的部分 都還在做調查 跟原本的一些資料 都有一些不太一樣 你如果一台沒收 這台火車頭就一台去 上海了 因為你沒辦法去照顧 你要看風吹日曬了 風吹日曬了 對不對 雨淋 不是越來越慘嗎 所以在這裡 他這個火車頭要積極一點 還有我們有看到 除了工程延宕以外 局長 工程沒有延宕啦 雨淋 有啦 我覺得這個延宕來撥檔了 那他那個既定的一個 文資處理程序 沒有延宕 動作快點來 局長 還有啊 我這邊也提醒你 除了在做修繕工程以外 你必須有一整套的 未來的規劃 不然你說在修繕以後 你未來怎麼樣 你未來怎麼去 將這個火車頭好好的去規劃 讓我們台南市民知道 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股物在這裡 可以結合體育園區 做教育跟文化的結合嘛 教育跟文化本來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啦 這是食物耶 原汁原味的股物耶 好不好 希望我們教育局跟文化局 你們趕快 動作快點 好 好 另外幾張 提議員區裡面 除了有股物以外 也有主席啦 我想主席 在過去我記得我六十幾年 第一次民國六十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就是主席兩個字 是我們在地打龍街叫做夢湖 那時候非常的漂亮 水質非常的好 但是 因為那時候沒有環保的概念 所以沒有做以烏分離 烏水沒有做好 而且很多的工廠直接排入到竹溪 所以竹溪它本身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水質就變了 除了水質一變了以後 竹溪的中段就是進入到南山公墓 南山公墓它的火花還沒有好好處理 所以很多地方都搬去 雜草橫生搬下去 跟我們的竹溪上流 中流結合水質結合起來以後 直接排到日溪溪給竹溪的下流 竹溪下流的日溪溪 日溪溪才會那麼惡臭 周邊的住戶才會傷害 生活品質降低 到了晚了以後才會進入到 日溪溪完了以後就進入到外海了喔 所以整個外海的污染非常的嚴重 這幾年來我們有看到 有看到市府團隊有在用心逐心 包括十幾年前的人工師弟 但是坦白說 那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政策 因為它變成登格勒的資神研 地方上抗爭以後就廢掉了 就廢掉了 最近我們也看到齁 市府團隊在去年又針對整個竹溪 他又提出來了一些建設 包括了竹溪兩岸水溪生態跟修閒油氣景觀工程的概念 那是在古年 我們現在秘書長提出來了 有這個概念 完了以後 在去年年底 我們投入了一千六百八十七萬 針對人行道的路面鋪設 因為他很老手 他的那種不平 有人去走會擲桌 還有啦 整個的觀感環境非常的髒亂 非常的不好 所以在去年投入一千六百八十七萬 今年來營建組又補助了我們 投入了一千兩百五十萬 做什麼呢 做辦理竹溪右岸人行空間的改造 來我們透過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工程裡面 現在的工程裡面 到底哪邊 你看 民宿長 這是你的政策 你好 我們把下面的各個地方圍起來 會掩蓋起來 這個地方都一個一個 會比較都沒有做整理 做個規劃 排水系統到底有沒有做 有沒有做 這是不是未來 路加力的表面漂亮 裡面髒亂 是不是 會成為還是一樣 並沒穩的資深園 是不是要再把他說 又破壞掉 這個部分 我想排水系統到底有沒有做 還有 你整個坡度 做好了沒有 有民眾 再質疑 跟本市說 他怕那個條子做不好 到時候整個坡度會整個就是 會崩起 再來 民宿長 你也知道那裡有三個坡 走得橋 還有幾個橋 很漂亮 你怎麼去把它結合起來 怎麼來結合起來 所以這個案子 我想 民宿長 你應該趕快去現場看一下 你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這些錢 有沒有好好做好 我們不要再像以前的就是人工失地一樣 公法我們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請那個 你這個做秘書長 請人工具局去看也是剛好而已 對不對 還有水利局局長 那還有啦 在這邊 除了這個以外 在今年 我們有看到水利局的用心 來水利局局長 你又 跟中央你又提出了幾個案子 提出了一個案子 就是說 希望能夠這 桌邊 足細的整治 做一次的處理 上流 我現在都說上流 所以你在第一期 你跟那個 就是提出了水岸園區 第二期 體育園區 在第一期的水岸園區裡面 你做了景觀立化 預估 美化要預估四億 四億 就是要針對那個環境 的美化你要去爭取四億 按中央建出四億來 包括水質的改善 預估也要四億 所以你在第一期的時候 你要去把中央拿八億下來 八億 在那三年這個地方而已 就是八億 我跟你說 我們真的非常認同 我們的市府團隊 這麼人有夠厲害 真的有夠讚 一個小小的 主席 那個散流 可以拿到八億 這是第一期喔 第二期 你又針對 體育園區 你要拿到一億 所以等於未來 你跟中央提這個案子 總共有九億 但是呢 在第一期裡面 你將景觀美化四億擺在前面 把水質改善擺在後面 局長 我請問你一下 你認為改善環境比水質改善還重要嗎 感謝林議員 關心主席 整個水質跟環境的改造 我報告一下 我們同步進行 因為這段水岸 水岸要再造 它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有一個截流的相寒 剛才說要雨污分離嘛 所以我們水岸再造 把這個截流相寒 把污水直接就截到 我們的水質進化廠 這幾個出力 所以這要同步進行 沒有我們那個截流相寒 沒辦法施作 所以我們的設計上 是考量是同步進行的 就同步了 是是是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是分開了 先做美化 然後再做水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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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本的考量就是同步 就是水質的部分 我們水質進化廠 所以如果水質不一併處理的話 我跟你說 旁邊用得多漂亮的人 旁邊用得多漂亮的人 也沒有人要去 而且水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水質不僅 整個就是周邊的生活環境以外 包括到瓦海的嚴重的污染 地方化完嚴重 所以我們目前環保署 已經補助我們設計費 我們現在就是趕快正在規劃 這個兩萬兩千噸 一天處理兩萬兩千噸污水的水質進化廠 配合這些節流的工程 這會來著 好 OK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說同步進行是應該的 好不好 還有人到了第二期是體育園區 就是整個對體育園區周邊的環境做的改善 包括在體育 就是竹溪的中段 竹溪的中段 事實上就是說 為了生命延期 我想在竹溪中段 進行 畢竹中在做水利局局長 我們就有要求做藍沙坊 藍沙坊 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所以在古年完成了 去年了 所以你應該去追蹤看看 這個藍沙坊完成以後 對整個夏流的日新溪 他到底有沒有水質的改善 要去了解一下 追蹤 要去追蹤一下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你說的 除了散流 中流是未來 包括到夏流 我想除了散流跟民眾接近以外 末端日新溪也是非常直接 跟著我們民眾接觸 可是隱藏式的中段這個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上面做好 中央不好 趕快是下流做好 也是不好 所以在我們的竹溪的中段 如何趕快 一樣跟中央來反應 因為裡面就是所謂的 生命延期 就是整個集中 你的政策 如何來將藍沙公墓 整個來做規劃 這有包括在裡面啊 這真的有包括在裡面啊 所以必須長 來 這是你的專業啦 這是你的專業吧 對不對 你今天做必須長 你是不是要更加的 就是發揮你的專業 這個案 你可以就是做個主導 協助我們水利局 政治需要特別的急促來配合的時候 你應該請他們共同來協助 這樣可以嗎 我想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就剛剛你提到那個 站道下面會不會積水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請施工單位 特別的處理 那另外兩座橋樑 原來建商捐贈的橋樑 在配合整個整體景觀的時候 他也會一併的 一做整合性的一個處置 甚至 在現在的規劃設計裡面 有一座橋是要重新的改建 做一個比較擴大 而且整個造型也會做一個改善 那另外整個足溪 除了現在 我們現在整治的這一段 體育園區的這一段之外 那下游在南山公墓跟 中游在南山公墓跟下游 靠近市區沿城這一帶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納入整體規劃 那也會是經費的籌措狀況 也跟中央來爭取 那跨局處的整合 整合你要去做處理好不好 我們期待啦 足溪能夠同步進行足溪流液的水質 改善跟景觀立美化工程 要同步 同時我們的目標達到什麼 達到污染整治及環境的改善目標啦 因為你要同時一起做才能改善嘛 還有啦 我們現在比較急迫性的喔 因為你這是按中央投資 這是坦白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但是如果對礁局的環境 騎乎非常重要 所以急迫的工程是如何有效的改善 淹水跟惡臭的問題 淹水跟惡臭的問題 所以秘書長你把一點心都用在這邊 發揮你的專業 我想起床才能更加的肯定你 好不好 好OK 同樣的啦 在我們的族溪 請坐秘書 在我們族溪裡面 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環境海岸 我想環境海岸已經 閒置了超過二十年的床屋啦 不僅是人家的人 甚至整個台南市 包括市長你也沒有人 環境海岸應該是我們可以帶動 我們人家經濟的發展就是金融幕 如果你的清水活動 如果環境改造好 它應該會帶給地方上一些山基啦 應該是這個樣子啦 長期來 企護這個基礎 包括水利局 包括觀光旅遊局 包括公務局 也在那邊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下去 非常在這 但是呢 我們還是看到環境海岸 閒置在那邊 有一點 大家覺得有一點無力感 最近我們的企護 又再次的出發 因為問說 能夠再次的 從我們環境海岸再次的改造 我想這是科研 我們企護團隊的一個測驗題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來 你最近 從去年開始 你有針對 台南濱海 旅遊帶空間景觀改造 這個案子裡面 你有針對 起訴 開始到 我們挖你這一個就是環境海岸這個部分 你做一個就是工程 你在第一期裡面 你總共花了一千五百十二萬 一五一二 你主要是針對洗漱跟 我們的四昆星 就是昆星那邊 洗漱跟昆森那邊 第七進行遊客環境的整理 開千幾萬做環境的整理 但是我要告訴你 局長 開千要讓人有感覺 市民都沒有感覺 我們有去問一下 在黃金海那部分 我們的公測跟排水設施 都是用這筆錢 局長 你有一點迷糊了 我現在本席在跟你講的 那是第一期的部分 公測的部分是第二期 我說的是第二期 我現在說第一期 你怎麼會第二期 你好好地聽一下 所以你對整個案子 你自己不了解 第一期就是針對 那一期我昆星 這個環境的改造 你花一千五百十二萬 給民眾覺得沒有無感 可以說是這樣 還有就是你聽說的 公測這個問題 第二期 打造千萬的公測 打比 沒有千萬 多少 那個部分 我記得是兩百萬吧 包括整個的整理 然後還有包括 主要是他的 他主要是周邊的排水 你今天 跟公測的整理 花了多少錢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有一個 可以使用的東西 公測給我們市民 本社有去看嗎 你有去看嗎 有有 你有去看嗎 有有有 他只是做拉皮的 表面拉皮 發問題 那個本社有去看 你做好嗎 沒有他的花糞尺其實是OK 我們現在會做一個更大的 但是那一天 議員去看那一天 他是因為下雨 所以花糞尺的那個部分 有溢出是真的 那我們已經 重新去看過 那也會 重新把花糞尺做一個比較大的 比現在容量更大 機長你有一個講話 有一個矛盾 你說發問題是OK的 但是你還要做一個更大的 因為他比較小 這個是OK的嗎 那標誌有問題嗎 即使他很小 他也是有問題的嘛 所以你應該當時 在蓋拉皮廁所的時候 你應該一併處理發問題嘛 不是讓民眾來反應以後 我們才去處理的嘛 還有你說的 排水的問題 你要看那個水管裡面有什麼 水管裡面都是一些泡特瓶 一些那個 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溶解的東西 你說的排水的問題 這就是徹底就是排水 無法去做一個 就是排水的功能的水溝 所以在這裡 你是針對水溝部 你要去徹底了解這個排水 這個包括我們公務局 應該也要去了解一下 還有室內的停車 你看很恐怖 乾淨裸落 這乾淨裸落 這是什麼人敢去停車 應該是指地下一樓那一部分 對啊 那不是也是你們其中一個嗎 你要讓人觀光下來 你不用停車嗎 你會覺得會上去 你曾經晚上去過嗎 有去過 都有去看過 白天晚上都有去過 這麼暗的環境難安 你是不是讓人覺得會怕 是根源報告 這個秘書長 已經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包括我們 包括公務局 水利局環保局 都在這個專案裡面 所以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 完整的計劃已經很久了 我也沒看到結果 所以局長 你既然是關關旅遊局的局長 你應該第一時間 而且時產去了解 因為環境難安 對我們人家來說非常重要 所以這點你應該就是要積極一點 好不好 好 OK 還有啦 我想喔 市長最自豪的就是陸品專案 他說陸品 台南市都做得非常好 來市長我給你看 這個活動 你應該有戲啦 4月24號 你按理本營就是辦的活動 辦公宇的就是 就是賽車啦 辦公宇 用辦公宇 我們的辦公宇 推著 然後會做賽車的比賽 跟我們現場看到 這是我們的市民 跟本市提供的 表示市民說的你看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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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說的 那個建議市長說喔 這馬路喔 凹凹凸凸的狀況 乾脆那時候 應該直接進幾位 就是業野賽啦 市長 所以你站在陸品專案做這樣 你是不是給市民覺得 他覺得 有一點 跟我們所表現出來的 我們的成績有點落差 跟甚何況 這些那些活動 都是有一些日本的人 日本的 還是那些 來這裡參觀 他們說不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所以陸品專案 是不是應該 相關單位 應該多用一點心啊 我相信 我們有看到 就是外縣市 我們一起來 公務局局長 我們應該有 成立一個 挖掘道路 埋設管線 管理自治條例 難搞自治條例 有 有齁 所以在這裡麻煩一下 你多 執行一點 你有沒有讓這樣 讓別人 切割 還有呢 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個自治條例裡面 我們就是 管線 單位 自己要自愛 我們要求的 你說的 社交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拚 很多地方都沒有拚 你看 我們剛才這條 映華路就好了 映華路 按金華路 到我們永華路議會 這前面 路面是跳動路面 包括我們大城路 包括我們灣里路 這都是市民市長在走的地方 路平專案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這什麼疑問呢 我國民路做一盤 好在已經大意要做了 不然做一盤 怎麼這種路平專案 使我們非常自豪的 我們自豪呢 你的觀念 你的觀念是對的 但是執行的團隊呢 有去務實嗎 有去弱實嗎 你提供是這種的一種比賽環境 給比賽黨員 你提供就是一種 我們要看看動動的一種的道路 給我們的市民 這樣不對啦 教授喔 你是打散任的 希望你對這方面路平專案 再去做一個前面的檢查看看 讓我們的市長 用路平專案能夠更加落實 市長來 這個辦公宇比賽 在日本很方便 我們台南市是日本以外 所基盤的第一個導師 對啊 我在這裡感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也感謝我們商圈 附近商圈的幫忙 跟我們台南市觀光協助 所以辦公宇很成功 這個地方沒辦法 那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海岸路現在要做景觀改造 然後我們會一併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不好 市長 你說 日本來這裡我們是多有 因為我是怕說 那個時候先處理 未來景觀改造 你設計的時候要去處理 我怕去給市民賣 我們一起一併來做這樣子 OK 來 其中 還有呢 來 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的公務局局長 我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平均屋齡全國 是幾年啊 平均的屋齡 不知道 平均屋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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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禮上大概差不多50年 都可以用 平均屋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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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 對 我們台南市呢 這是 你知道嗎 台南市30 所以我們台南市 比平均屋齡更老 我們的數量啊 有29966戶 同時他跟台南市所有的房屋的44% 跟你說一下台南的屋領是這樣子 你請坐 社會局局長 我們台南市的老化速度快不快 快不快 算快 快不快 我們在2011是82.69 到了2015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就是102.57 激增了20 這基手組織就是這樣 所以代表我們台南市的老化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如何照顧老人 如何照顧老人 老人都要大 是不是 我想垂直的無障礙 本市已經說兩三次了 垂直的無障礙就是電梯 我們既然我們的老舊的繁殖這麼的多 有很多五樓都沒有電梯 有樓人上去就沒辦法下來 在樓下就沒辦法上去 這樣怎麼做 怎麼怎麼 我們要看看齁 垂直有障礙是現實時 中央的一個政策 我們要看到來 別的縣市 專北他執行的情形 台北市他可以說如果你評估出來 你這個老舊的房子你要坐電梯 他可以工程款 達到45% 就是你花100元我補助你45元 新北市呢 就是補助額度為總經 總經費的50% 50 就是100元我給你50元 新北市更貼心 他更貼心 他就是說怎麼 他提供新北市整建維護知行輔導 因為有的人想怎麼做 但是他沒辦法整個案子 他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他新北市就是一個輔導中心 他有輔導團隊 專案來協助民眾喔 讓民眾完全了解 這個案子如何去做一個整建 如果這個就是增加電梯 可不可以做 你要看人家有專業的輔導啊 因為有很多人不知道啊 這個案子 在基層的時候 我跟那些比較老舊的祝福 一直在這個那種 沒有電梯的祝福講 他們非常開心 他還說有一個電梯的威力 他們很開心很開心 因為他們非常的方便 有很多人 能夠老人家或者一些聲讚人士 就有可以說很開心 住在他們家 而且很開心可以去到每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祝福團隊 像新加坡在十幾年前 他就已經執行五樓至八樓 這些樓住住宅 來做一個興建電梯 我們殘兆要求的是在地安老嘛 對不對 局長 是 對不對 在北歐那些比較有福利國家 他們也是說原地安老 原地安老就是一款在地安老嘛 就是原居的安老 這房子住在哪裡在那邊安老嘛 所以如果我們要照顧 照顧老這些一些長者 長者的話 高齡的 我們必須是從住開始 好不好 局長你跟我們回應一下 局長你坐下 請公務局他們去參考 社會局去參考 別的縣市 去年別的縣市已經在做 好 他一定有可行的方法出來 好不好 齊長麻煩 來 我想 很多的就是最近 大家 我們的幼兒園 公託的問題 很多人都非常就是關心 基準教育不正常現象 公布應該提供一個非常就是 優質的環境給我們的小朋友 在第一時間 在第一 剛開始要啟門教育的時候 有些環境給他 但是如果你看 蘋果日報也好 中時日報也好 自由時報也好 甚至別的媒體都一直在報導 公託幼兒園比大學還難進 真的 中千里五成六而已 這真的對我們整個 台灣來講 甚至我們台南市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公託我們是必須 真的要難進去嗎 當然 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但是交易局長 我想 你這個部分 因為 所以家長啟門交易 他有兩種選擇 不是公託就是私託 我們也看到 除了 這一次在公託招生的時候 是這種現象 我們在最基本的 就抽籤的部分 我南部有八經學 幼兒園 五經要在教育 三經和Q的機會就沒有了 而且還要 這五經還要排除六個條件 他比較有辦法去參加 一般的家庭 還有啦 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公託幾破頭 支託想盡辦法來招生 你該知道話樣多少呢 支託為他就要招生 因為少子化也沒辦法 所以他們拋出很多的 很多的優惠方案 給家長來選擇 拋出了很多啦 而且私託也把整個環境 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建設 所以我們私託也是蠻不錯的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都稱幼兒園啦 那就程如議員所說的嘛 就是說在公立的幼兒園 這個部分呢 當然 我們這幾年 可能在設備的改善上 師資的補充上 所以很多家長都很期許 但是私立幼兒園部分我們也是 機長 我要跟你講 我今天把這個議題拋給你 我不是要聽你解釋 我要聽你講的是 公部門必須要去想辦法 我們如何把這個問題 能夠去處理 條件 我跟你講 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我相信 我也知道 但是你如何 來 你如何將公託跟私託 一樣都能夠成為家長 最佳的選擇 我想身為教育局長 你必須要去想辦法 去面對 不是把理由 擺在前面 家長是沒有聽理由的 市民是沒有聽理由的 就成立委員所說的 其實我們也補助了 市預算裡面也編列相當多的經費 來補助我們的孩子 就讀私立的幼兒園 那我們也在幼兒園的 這個教學品質這個部分呢 也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其實長期都有在做 這個追蹤輔導跟評鑑 機長 再回去想看看 我們都集資管益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我想我們今天 這個執行 一直把一些問題 突出來 我們是希望市長 跟市府團隊 你能夠看到 我們財政是這麼困難 我們不容許每一項 有一個虎頭蛇尾的政策 所以在這裡請教 麻煩市府團隊 多用點心 議長你要回應一下嗎 好 感謝林議員的勉勵 那我們市政府 我們有十大旗艦計劃 每筆預算一定要有計劃 才會編 才會編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希望把錢 花在刀口上 然後讓它產生十億 那林議員今天的勉勵呢 我們會來加強 好吧 還是有看到問題的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林美燕議員 那我們現在休息到十一點三十分鐘 再繼續市政總諮詢